好來我們看第三題 我說學校的教育農園有十四又六分之五公母 規劃三又四分之三公母要種蔬菜 五又十分之八公母要種水果 OK 我還剩下幾公母 所以這種提醒不就叫做 如果這個題目變這樣了 一個原地有十公母 規劃三公母種蔬菜 我規劃五公母種水果 還剩下幾公母 如果題目變這樣 對啊 十去減三再減什麼 五 所以這個提醒只是把 只是把這種整數是變成了分數的題目而已 所以它叫做十四又六分之五 去扣掉什麼 三又 十分之三 再扣掉 五又 十分之八 好 我當然可以一個一個減下去 那 呃 再 十四點多 減三點多 減完之後再減五點多 這是一種算法 那我想要把這一題先改成 十四又六分之五 先減掉 你可以把十兩個先怎樣 加起來 好我們去旁邊坐一下 這是三又四分之三 加上什麼 五又 十分之八 啊我把十分之八 好 兩個人通分 二十分之 三又二十分之 五四二十 五三 十五 再來五又二十分之 十六 所以加起來三加五叫做 八 對不對 這個叫做八 八又二十分之 三十一 三十一 OK 再進位 它叫做 九又二十分之十一 好 謝謝 所以這兩個合併之後 我算是誰在旁邊 這兩個合併之後叫做九又二十分之十一 好來繼續減 啊 六跟二十的最小公倍數是多少 六十 六十對不對 六十 所以它叫做十四 亂猜喔 先打 好來 它叫做六十分之什麼 五十 你以後都亂猜 猜一百就可以了 知道嗎 來六十分之五十 扣掉 這個叫做九又六十分之 三十三 三三 分數的部分夠不夠減 夠 這裡夠不夠減 夠 減起來多少 六十分之 十七 亂猜 猜錯了齁 多厲害 六十分之多少 十四 四減九 五 五 OK 所以答案叫做五又六十分之十七公 公 五 這種提前就這樣而已 OK